继韩国被灭之后,赵国成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第二个目标。 秦王嬴政虽然对赵国虎视眈眈,但是赵国是一个历史强国,尤其是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林王竟然还想灭掉秦国。 那么赵国真的有那么强大吗?他又是如何给秦国的统一带来可乘之机的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独史记,秦始皇第十六期,赵武林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集讲到,韩国由于又入又响,成为第一个被秦王嬴政灭掉的国家。 之后,秦王嬴政又把统一之剑对准了赵国。 因为赵国是秦国的禁令,所以实行远交进攻策略的秦国,把赵国看成了像中原扩张的最大障碍。 为了说明秦王嬴政消灭赵国的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把事件追回到赵国的历史当中。 在秦王嬴政的曾祖部前昭湘王时期,赵国实力非常强大。 赵国国君赵武林王当时曾雄心勃勃地想把秦国灭掉。 可是后来,由于赵武林王以及他之后三位赵国国君犯了一系列错误,给赵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最终才给了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机会。 可以说,赵国之王,四位赵国国君难辞其咎。 今天,就让我们把焦点对准着四位国君之一的赵武林王。 那么赵武林王是一位怎样的国君呢? 他对于赵国的强大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他最终犯了哪些错误? 赵武林王所犯的错误,给秦国的统一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赵武林王。 上一集我们讲到韩国的灭亡,韩国是第一个被秦王嬴政灭掉的国家。 韩国灭亡以后,秦王嬴政的第二个指向就是赵国。 赵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强有力的对手。 赵国曾经在有一位国君的主导之下想灭掉秦国。 这个国君就叫赵武陵王。 赵武陵王是赵国发展史上非常有贡献的一位国君。 他的贡献主要是四个字,胡胡骑射。 胡胡就是穿,改穿胡胡,骑射就是招募骑兵。 胡胡骑射一共推行了两次。 赵武陵王十九年首次进行,赵武陵王二十四年深化进行。 这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变革。 也可以说是赵国的商量变法。 也是赵国强大的一个开始。 但是推行胡胡骑射非常困难。 赵国的周围有很多少数民族,就是游牧民族。 他们穿的服装,给赵国人穿的服装不一样。 赵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 所以赵国穿的服装和中原的诸侯穿的服装是一样的。 现在要这个胡胡,就是让赵国的君臣把中原诸侯那个服装去掉, 换上胡人的服装。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服装历来都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改革中间,文化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再一个,这种改革遭到了王公大臣的一个坚决反对。 王公大臣反对的根本理由,也就是认为遗迪文化不可取。 我们现在把我们先进的中原文化换成遗迪文化不可取。 所以赵武林王在胡胡骑射,特别在胡胡这个问题中间,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争取众臣的臣子。 第二,争取公主的臣子。 众臣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臣子叫肥。 这个人是辅佐赵武林王父亲和赵武林王两朝元老。 他首先找肥义来谈,讲明自己想胡胡骑射的目的。 肥义非常理解赵武林王,很支持他。 而且肥义给他讲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 肥义这样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能扮成大事业的人,是不和一般的人去讨论商量。 那么根据是什么呢? 肥义又说了两句话。 为什么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呢? 因为他认为在人之中有愚者和智者,就是聪明人和笨人者。 愚者暗示,智者独未行。 那就说,那个愚蠢的人,事情都来了,他还看不见。 聪明的人,事情还没有成形,他就看出萌芽来。 就是肥义首先支持赵武林王,有了众臣肥义的支持赵武林王,下面就比较有底了。 但是他还要在公主中间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叔叔,公子成。 他的叔叔是在上层非常有号召力,影响力的一个人,要找他的支持。 他先派这个大臣去做工作,他叔叔拒绝。 然后赵武林王亲自找他叔叔做工作。 在做工作中间,赵武林王非常耐心。 讲了四点。 第一,目的。 你说我们穿这个衣服是干什么? 穿衣服是为了便于使用啊。 只要便于使用,你管他是胡人的衣服还是华夏的衣服呢? 不是为了便于使用吗? 不必非的追求,我们一定要穿本族的衣服啊。 外族的衣服好了,我们也可以穿啊。 实用。 再一个,礼仪。 礼仪是为什么? 礼仪是为了方便做事啊。 所以我们完全不必在服侍礼仪上过于均匀。 这是一点,从目的上看。 第二,从限制。 赵国的限制是什么呢? 赵国的西边有秦国。 另外赵国的西边跟北边还被很多游牧民族所包围。 有很多游牧民族。 而且赵国的和燕国交接。 赵国给齐国交接。 赵国还有一个大麻烦。 赵国分为南北两部。 他中间有一个国中之国。 叫中山国。 中山国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很强啊。 史书记载叫千胜之国。 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 他有一个国中之国。 这对他威胁非常大。 这就是他讲的第二点限制。 第三,从历史上看。 赵国的列祖列宗就是在应对戎敌的过程中间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不正视我们的西边和北边的这些游牧民族。 第四,从国旨上看。 赵国的国家之中还有一个国中之国。 这是国家的羞耻。 所以赵武林王说,我胡胡骑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继承列祖列宗的遗志,富国强兵。 讲到这里,特别是讲到继承他们赵国先祖的工业,打动了他的叔叔公子聪。 公子聪表示理解之者。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兰。 赵武林王具有雄才大力。 他集位之后,就像光大先王的工业。 赵武林王趁着中原地区各国相互攻伐之际,积极向北方拓展领土。 赵武林王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 中原地区普遍使用的战车在北方的山地和丘陵地区并不适用。 而游牧民族骑马射箭的作战技术,则显示出特有的渡视。 于是赵武林王积极地在赵国推行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短衣装术。 这就是胡服骑射。 那么赵武林王实行的胡服骑射究竟给赵国带来了怎样的好处呢? 因为赵国在他的北边跟西边都是游牧民族, 他穿上胡人的服装以后最大的好处, 消除了少数民族的游牧民族和华夏民族, 他们中间的心理隔阂。 大家穿同样的衣服,这样有利于什么呢? 有利于相互。 能够使游牧民族得到一种文化的认同感。 这是赵武林王胡服的最重要的目的。 由于这样做了以后, 他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 有的干脆就归顺赵国了。 有的主动地向赵国、赵武林王献出了战马。 还有的干脆就把他们的骑兵改变成赵国的骑兵军团。 赵武林王这个胡服的结果, 一下子是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增, 特别是骑兵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第二个目的算是为了洗刷羞耻。 赵武林王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件事。 当时有五个国家相互称王。 这五国就是韩赵魏、中山国和燕国。 这五个国家互相称王。 大家知道, 在周朝只有天子才能称王。 王是最高的称号。 诸侯只能称公, 称侯, 不能称王。 而这个时候, 齐国、楚国、秦国都很强。 他们都称王。 这剩下来了韩赵魏、燕中山这五国, 没人理。 那怎么办呢? 这五国国军在一块儿一聚会, 咱们互相之间都统一, 你称我为王, 我称你为王。 互相称王。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五国相王。 觉得这下咱们也变成王了。 但此时改了名, 实力没变。 称了王以后, 这件事情发生在赵武灵王三年。 紧接着出了两件事。 赵武灵王八年, 韩赵魏、燕加上楚五国攻打秦国, 竟然被秦国打得大败。 五国攻秦打不过秦国一国。 所以赵武灵王说了一句非常痛心。 五起时, 敢处其名乎。 你要没有那个实际的本领, 你敢要那个虚名吗? 你那个虚名那个王有什么用呢? 赵武灵王下令, 从此以后, 任何人不得叫我称王, 不能再叫我称王。 其实我们讲赵武灵王是后人对他的一种尊称。 赵武灵王整个称王, 也就是几年, 他自己就把王的帽子给摘了, 自己给自己的王帽摘了。 这是一件事。 第二年, 赵武灵王九年, 韩赵魏三国攻秦, 又一次打败。 光赵国被秦兵杀了八万多, 两件事以后, 赵武灵王再也不称王, 终生不称王。 他的儿子后来都称王, 他不称王, 因为他赶到实力不行。 这是第二点, 他活服其身的目的, 是想洗刷这个羞耻。 第三点, 不敢, 当时各国都在变法图强, 如果赵武灵王再不变法图强的话, 那么赵国就将沦为别人灭掉的国家。 所以赵武灵王就大张旗鼓地推行胡复其社。 赵武灵王十九年在推行胡复其社的开始, 他就开始发兵攻打中山国, 就是他的国中治国中山国。 赵武灵王二十年的时候, 赵武灵王干脆就建立了一个骑兵基地, 专门召集胡人和赵国人训练骑兵, 组成了一个骑兵军团, 然后经过了十二年持续的打击, 赵国把一个千圣之国的中山国独自逐游, 灭了中山以后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 就是赵国的北部, 赵国的南部连成一个整体。 赵国成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统一的国家。 所以胡复其社对于赵国来说, 他的领土是大大扩展的, 他把一个国中之国灭了, 南北的部分合起来了, 这是一大功劳。 更重要的一个贡献, 是他把北边给西边的大片胡人的土地给占领。 所以赵五灵王二十年, 也就是他推行胡复其社第二年, 他占领胡人之地千里, 史书记载叫批地千里。 所以赵五灵王的胡复其社, 应当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 这个改革是赵国一下子就成为当时最强的国家之一。 这就是胡复其社。 也就是在赵五灵王批地千里的这一年, 赵五灵王还做了一件大事情。 他亲自派兵到燕国, 把在燕国做人质的那个秦国的太子接回来, 用重兵护送他回到秦国当了国君。 这个人就是秦昭乡, 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 是赵五灵王把他立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赵五灵王成就了秦始皇。 因为要不是立了昭乡王的话, 那怎么会有他的曾孙秦始皇统一中国呢? 这是赵五灵王的胡复其社。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 赵五灵王所推行的胡复其社, 不仅拓展了赵国的疆土, 壮大了赵国的实力, 而且使赵国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之一。 更重要的是, 由于推行胡复其社, 赵五灵王已经取得了 与秦国议争高下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 可是, 就在人们瞩目赵国如何进一步强大的时候, 公元前299年, 赵五灵王这突然地废掉了太子赵章, 善未给小儿子赵和。 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 赵五灵王的退位, 给秦国的统一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 赵五灵王27年的时候, 也就是正当他胡复其社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时候, 赵五灵王突然宣布退局二线, 让他的小儿子赵和截替赵国的国君。 这就是历史上人们所习惯称的赵会文王。 当时赵会文王多大呢? 十岁。 而且, 他派了一个人, 就是辅佐了他父亲, 辅佐了他两朝众臣肥义, 做他的小儿子的相邦, 就是相国和父, 就是师父。 派了一个众臣辅佐他, 自己称什么呢? 自己称主妇。 赵五灵王做这件事情, 让人不可思议。 壮盛之年, 突然之间让一个十岁的小儿子几人。 为什么? 为什么做这种事情? 第一, 辅佐又辅佐。 这件事说明赵五灵王对他的个小儿子有特殊感情。 他壮年退位, 就想利用有生之年去辅佐他的小儿子。 那么这个小儿子怎么来的呢? 赵五灵王十六年, 赵五灵王夜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一个美少女, 又唱歌又弹琴。 所以赵五灵王第二天对这个梦印象特别深, 就和大臣们喝酒的时候, 反反复复地说他头一天晚上做这个梦。 说了多了, 被一个大臣在意了。 这个大臣叫什么呢? 叫吴广。 我们都知道臣上吴广, 但此吴广妃, 逼吴广。 这个吴广听说以后呢, 吴广就在意了。 他吴广就找到赵五灵王的夫人, 就是他的正妻, 要把自己的小女儿, 他的小女儿叫梦瑶, 献出来给赵五灵王。 而且给他的夫人两个人计划好, 说这个孩子名字就姓吟, 因为赵五灵王做梦的时候, 梦见那个美少女就姓吟啊, 所以这个小姑娘就被献给赵五灵王了。 得到梦瑶以后呢, 赵五灵王就觉得他真像他梦中遇见那个美少女, 非常宠爱他。 第二年就生了儿子, 就是赵惠文王赵和。 但是赵和的母亲短命, 赵五灵王十六年遇到了他。 赵五灵王二十五年病死了。 他死了以后, 到了赵五灵王二十七年, 这个时候赵五灵王为了怀念自己死去的妻子, 就废了自己的长子赵章, 立了自己的妻子赵和。 废长立右。 但是一般人的废长立右都是怎么做的? 我们讲过中国历史上很多废长立右。 是废一个长子的太子, 立一个幼子的太子, 这样的废长立右。 赵五灵王这个废长立右做的特别出格, 是废了长子的太子, 立了幼子做国君。 这么个废长立右, 他立的不是个太子, 立的是个国君, 直接一步到位。 过去人家是先立太子, 再变身为国君。 他是两步并坐, 一步走, 一步到位立为国君。 然后他退居二线, 辅佐他的小儿子。 这是赵五灵王壮年退位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退居。 赵五灵王是战国时期六国之中, 唯一一个想灭秦国君。 史书记载, 赵五灵王在退居二线以后, 将世代府西北略湖地, 而欲从云中九园之南西秦。 这条记载很重要。 明确记载, 赵五灵王在退越以后, 率领他赵国精锐的骑民军团, 想从秦国北边的云中郡九园郡向南直接食灭秦。 积极秦国。 感觉这么打秦国的? 没有。 曾经也有人打过秦国。 怎么打? 打到秦国。 或者打进去, 或者打不进去, 这样打。 唯独赵五灵王, 他的地理位置, 和他的骑兵军团的优势, 他想从秦国的北部直插下去, 打到关中, 把秦国给灭掉。 赵五灵王被废的那个长子赵章怎么处理呢? 他把他那个长子赵章封到了代帝, 封到代帝就是赵国的北部, 然后呢, 还给他派了一个国相辅佐。 赵章年龄长, 赵章历过很多军功, 赵章非常能干, 就是因为他父亲喜欢那个孟瑶, 就把他给废了, 他心里很不服气, 所以他一直想办法要夺回这个权利。 所以给他放到代帝以后, 他并不死心, 而此时, 他的那个助手, 赵五灵王给他派那个助手, 对他不但不阅述, 而且给予了很多鼓励, 相助他。 这样, 长子赵章和他的这个助手就密谋作与, 等待机会。 这件事情被一个人发现了, 这个人是谁呢? 赵五灵王手下有一个重症, 叫李帝, 他首先发现长子赵章图谋不轨, 然后他对赵五灵王费长帝又带来的这个恶果看得很轻, 他怎么办呢? 他就去找这个辅佐赵慧文王的三朝元老相邦肥义找他去了, 他见到肥义跟肥义说, 说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长子赵章是强汉交衡, 党羽众多, 而幼子赵和势单内薄, 赵章手下还有一个国相, 这个国相也在帮助他, 他两个人早晚会闹出一个大乱子来, 而首当其通的就是你肥义, 因为你在辅佐赵慧文王了, 那么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 第一, 赶快立个病假条, 说你有病了, 然后你把你的这个权利交给谁来? 交给赵五灵王的叔叔公子成, 这个人很有能力, 很有威望, 他能够镇得住赵章, 但是肥义不同意, 肥义说我受主妇的嘱托啊, 我受人之托的忠人之事啊, 我现在如果这样挑出来, 我不去保护赵慧文王, 不是辜负了主妇的一片托古之愿, 而且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忠啊, 就我宁可死在这个岗位上, 我不能够遇见危难了, 我就逃之夭夭, 我不能走, 所以肥义表明了决心以后, 这个李队看到, 劝不动这个肥义, 李队就采取了第二个办法, 赵公子成, 他告诉赵五灵王的叔叔公子成, 说赵章图谋不轨, 你也要早做预案, 要做准备, 所以公子成就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兰文, 赵五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 以及肥长立右所潜伏着的兄弟相征, 认识明显不足, 可是赵五灵王手下的众臣李队, 却敏感地察觉到了, 废太子赵章的篡位也行, 他与赵五灵王的叔叔公子成, 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政治危机, 做了充分的准备, 最终赵五灵王在退位四年之后, 他的一个错误想法, 使得赵国内乱爆发, 自己也遭到了杀身之祸, 那么赵五灵王的这个错误想法是什么呢? 李队和公子成, 对于这场政治危机, 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赵五灵王之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 赵五灵王四年, 群臣都来拜会, 都来朝会, 赵五灵王退居二线了, 他就让他的小儿子赵和, 赵会文王主持这个朝会, 他自己在旁边一边, 在观察, 他看见他的长子赵章, 被废掉那个太子赵章, 跪拜在自己的弟弟赵和面前, 赵五灵王就有了想法, 什么想法呢? 引发了他的侧隐之心, 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 他想把赵章分到代帝做代王, 然后让赵和, 就赵会文王, 在赵地做赵王, 把这个赵国一封为二, 就是他已经有想法, 也和别人交谈了, 没有来得及实施, 这是朝会以后, 父子三人, 就是赵五灵王, 长子赵章, 幼子赵和, 就是赵会文王, 三个人一块到沙丘宫去游, 到了沙丘以后, 三个人住在三个宫殿里, 赵会文王住一个宫, 赵章住一个宫, 赵五灵王住一个宫, 三个人住三处, 这个时候, 他的长子赵章就觉得, 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呢, 他晚上, 他派人悄悄地, 跑到赵会文王那去, 假传命令, 说主妇, 也就是父亲赵不灵王, 请你过去, 他其实真实的目的, 是把赵会文王骗出来, 杀掉, 结果这个, 他的相当回忆, 就觉得这个事情, 有点蹊跷, 怎么办呢, 他就给他手下的一个将军说, 他说这样, 我先去, 我去了没事, 再让大王去, 如果我去了不回来了, 你千万要保护好赵王, 然后肥宜就去了, 肥宜一去, 立即被刺杀, 这个大将就发现事情不对, 立即就重兵, 保护了赵会文王, 这个时候的公子张, 就带领他的党羽, 和赵会文王手下的部队, 双方就在沙丘宫打起来, 打得一塌, 而预先做好准备的, 他的叔叔公子成和李队, 在密切关注着这个事情, 沙丘宫的这个内讧一开始, 这个公子成和李队就带领军队, 赵国的重兵, 调动四边的重兵, 赶到沙丘宫来, 赶到沙丘宫以后, 帮助赵会文王, 平定了赵张的叛望, 赵张被打败了, 赵张打败以后赵王就逃, 逃到哪儿呢, 他无处可逃的时候, 他就逃到他父亲赵武灵王住的宫殿里去了, 这个时候赵武灵王犯了第二个错, 他的长子叛乱, 他的长子打了败仗, 他的长子要到他那里的避难, 他竟然开门接纳, 让他叛乱的长子进来了, 你想想你这个叛乱的匪首进来了, 公子诚怎么办呢, 把沙丘宫围起来, 非要抓住这个行, 一包围沙丘宫, 就派人进去去抓, 把公子张, 还有帮助他的国相都抓起来, 杀了, 这个叛乱平定了, 本来这个事该结束了, 但是, 紧跟着又一个麻烦来了, 杀了公子张以后, 公子诚和李队两个人商量, 你说咱俩做这个事, 固然是平了一次判, 但是咱俩可是带着重兵, 把主妇赵武灵王的宫殿围了个水泄不通, 而且就抓了人, 杀了人, 咱们要是一撤兵, 赵武灵王再一出来, 你说咱俩是做了什么事, 兵为主妇, 咱们不但被杀头, 连我们咱们家里面都得灭族, 怎么办呢, 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把沙丘宫给包围起来, 咱们顺便把赵武灵王也给灭了, 你不灭他, 他回来出来就灭咱们俩, 沙丘宫的重兵包围, 一个不撤, 而且从外面向里面喊话, 当然没有现在的迈克这么方便, 喊话, 喊话就是一句话, 谁最后一个从宫殿里出来, 灭谁的族, 这话离开, 这宫殿里的人一听到这个话, 外面一看重兵包围, 插翅难逃, 那宫殿里的人谁都害怕当最后一个, 末位淘汰吗, 你这最后一个出来, 你肯定要淘汰啊, 那怎么办, 争着往外跑, 都跑出来了, 谁出不来啊, 赵武灵王出不来, 就赵武灵王出不来, 要杀的就是他, 还能让他出来吗, 就把他堵到里面, 所有的人都走了, 赵武灵王在里边, 鼓零零的一个沙丘宫, 就他一个人, 吃的喝的什么都没有, 赵武灵王怎么办, 掏鸟窝, 吃那个幼鸟, 找所有能冲击的东西, 坚持了三个多运, 最后被活活饿死了, 是个悲剧啊, 你像一个人, 那么英明的一个人, 最后饿死在啥球果, 围住沙丘宫的公子成, 李队, 在确认呢, 赵武灵王的确是死了, 死定了, 死透了, 然后, 向天下所有的主侯, 发出复告, 说赵武灵王不幸, 崩了, 实际上, 是被饿死了, 活活的饿死了, 这就是赵武灵王的结局, 赵武灵王之死, 最大的受益者, 并不是赵武灵王, 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国, 大家想一想, 是这样吧, 秦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秦国一个最可怕的对手, 在没有足够强大起来之前, 在他的内耗之中, 终止了他的崛起之路, 这所以秦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赵武灵王用自己的生命, 给权力所培养的这个赵慧文王, 他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还能继续赵武灵王, 胡扶齐社的改革, 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吗, 在赵慧文王执政期间, 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赵武灵王去世以后, 给赵国带来的重大损失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 谢谢大家。 秦赵将王在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死后, 就趁其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外交和军事共识, 那么继承了赵武灵王基业的赵慧文王, 究竟是如何应对秦国的挑战的呢? 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军读史记秦始皇第十七集, 秦赵之争。